字幕提供 MGL 砂彈之輪 多管 榴彈槍 運動板 那也叫做塑膠槍啦 因為它基本上上面是所有的 木木啦 包含到它連它這個 管子全部都是塑料的 比較關鍵的零組件上面像這些東西 它才會是使用所謂的金屬件 這種扣環類的啦 扣環螺絲類的才有可能是 金屬件而已 要不然其他的 基本上100%全部都是塑料件而已 然後只有這個支撐管的部分是鋁製的 那連它後面這個部分也都是塑料 整把基本上是塑料滿滿的 它的材質方面就這樣子而已 那接下來的話講一下它的一些操作 它這個是可以快拆 前握把部分是快拆的 然後板機 然後保險 那它的後托這邊呢 它這邊是有卡榫的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壓 這邊兩邊可以壓 壓下去的話 我們可以去做調整 角度上的一些調整 因為它們這種都是 走所謂拋物線 所以你會發現到 它的這個後托的角度非常奇怪 因為一般來講 它們在用這個東西的話 它們是朝著拋物線去做射擊的 因為你做直接射擊的話 流彈一旦出去 距離自己很近 有可能真實情況之下也會波及到自己 那最後剩下一個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 它怎麼把這個打開 它的流彈這邊有一個旋鈕 這邊有一個缺角的部分 打開 這邊前面可以推一下 你把它當成一把非常大把的六發左輪來想就知道了 你這邊一拉的話 這邊就會縮放 那你靠上去的話基本上是不需要 那你要脫離的話 拉一下就可以脫離 那脫離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流彈塞進去 好 一旦把我們的彈體裝好之後 那它必須做一件事情 就是它要做旋轉的動作 你會有人講說 啊這樣會不會轉到超過 放心喔 它這邊有一個阻擋器在這邊 所以當你整個上到滿的時候 這邊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它會卡住 這邊會有東西會去卡住 有沒有 所以你沒辦法轉兩圈 你只能轉一圈 這樣子就上緊了 那基本上你就是 扣壓一次就一發 扣壓一次就一發 但是我現在這一把是有問題的 它有的地方它會給我跳兩發過去 這個到時候我再檢查一下 看到底是哪裡出問題的 就是 扣了壓 你看 照當你講不應該是這樣子啦 但是我現在遇到這個問題 它就是會自己偷跑 那整個它的操作面就這樣子而已 非常簡單 接下來 原廠的榴彈 分開賣的 但是它們也大部分都會搭配銷售啦 如果你不想要買原廠的 那你可以去買副廠的喔 那基本上都是40mm的 大部分都能夠用 那這邊是原廠的 它的彈喔 是屬於良用彈 它既可以打散彈 那它也可以打這種 模擬彈 另外一個是你可以 放在旁邊當擺飾沒有問題 因為它也非常的精緻 你如果要灌氣的話 是從 必須把這個打開 然後從這邊去 它這邊有灌氣嘴 灌下去 然後 你要再把它套回來 OK 你這樣把它壓緊之後 那你下次這邊只要 急發 那它整個模擬彈 它就會飛出去 那如果你要玩 單純的BB彈的話 就是往這邊填充BB彈 它這裡面會有 這邊有一圈的歐環 那它是靠這一圈的歐環 去卡住它的BB彈 你如果裝滿的話 那 倒 還是可以倒得出來 所以你有可能喔 你就是 在場地上面跑跳泵之後 你裡面的BB彈 可能就全部掉光光了 非原廠這種的話 也同樣都有 都有類似的問題喔 它是卡在這一圈 這一圈歐環上面 我們同樣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看到沒有 它這個是比較不容易掉出來 但是它還是會掉 像是我目前遇到 像這樣子填充方式一個最大的問題 給大家知道一下 有個心理準備 你有可能 一拿起來 砰一聲 結果只是打了個疾磨 因為裡面的BB彈已經掉光光了 同樣的 40MAX的這種 海綿球彈 它一樣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這一顆是比較緊 你一樣會遇到這種比較鬆的 這樣你把它塞進去對不對 然後你在那邊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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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敲著敲著它就跑出來了 你看 你現在是把它塞進去對不對 然後 你在那邊甩甩甩甩 它就跑出來了 你看 所以 其實它們這一些都有相同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們目前廠商那邊是要怎麼去解決這樣的事情 好 我們講完 它會有掉彈問題之後 我們必須再講另外幾個問題 就是 這些榴彈 它們都是採取所謂的這種 氣壓氣密式的即發裝置 它們一樣同樣會有這個問題 你把它打開來 如果你發現你的氣密 跑到這邊之後 然後 你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在這樣子灌氣的話 你會發現到 沒有辦法灌 但是如果 如果你的氣密的O-ring 是卡在這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到 這樣子它已經灌滿了 試發一下 你把它打開來 所以你每次基本上都要稍微檢查一下 看那個O-ring會不會跑出來 如果你裡面的這個O-ring 跑出來的話 那就糟糕了 你要想辦法把這個O-ring裝回去 你要先把後面這個打開 要記住要非常非常小心 這個懸開之後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居然是這種滾珠 然後你要非常小心的 把這個東西往外推 千萬不要把這個滾珠弄 把這個滾珠弄丟了 然後 它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套回去 然後再把這個O-ring裝回去 然後再把這個O-ring裝回去 它在這邊 裝好之後 再慢慢把它放回來 然後再把這個頭 再慢慢的鎖好 對準 然後這樣鎖好 這樣鎖 OK 把它弦緊 你會發現到 現在你就可以灌氣了 你看 這樣子就可以灌氣了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打開 你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灌氣 然後發射 同樣的 這是原廠的問題講完了 那附廠的問題 除了吊彈之外 它們還有這種會卡住的 你要把它整個放鬆掉 你看 它整個是掉出來了 它整個跑到這邊來了 我只能往下摳一下 摳一下 然後再把它塞回去 卡 真的有夠麻煩的 等於是 如果你在外面玩 還遇到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真的會瘋掉 這樣修好了 如果你有買類似像這種形式的 遇到的問題 跟ICS那個問題是差不多的 就會有槍油 就會有人在講說 為什麼這樣摳下去 然後明明我有摳 那為什麼它沒有做設計 就是 這根螺絲去推 那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這根螺絲的深淺 你看 我把它往 我可以把它調 我可以把它調出來一點點 可以調出來一點點 那你也可以把它鎖下去一點點 鎖下去 看到沒有 就這樣子 你看 你可以經由這樣子的調整 去讓你可以適應不同的這個區格的深度 你可以自己調整 今天我們介紹這把 ICS的MGL 也是俗稱的撒旦之輪 好啦 我們就先來試射吧 好 真的帥啊 反正 不是我的東西 真的帥啊 不是我的東西 就是這樣做 OK 對 沒關係啊 你剛才還很擔心它會掉出來嗎 不會啊 對啊 我只是可以在掉蛋 這個上去再轉就可以了 打蛋 很不好玩啊 錢啊 這次是這個 40MAX 40MAX 裡面裝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軟球 對 好 給你放 我大意了啊 沒有閃 就啵啵兩聲耶 對啊 這是不會痛 這不會痛 它有點介於保育龍球和 海綿球啦 它就海綿球 比較硬的一點海綿球 這還好 真的不會痛 不會痛 好 先這樣子 這樣子